马上来看一下在台北股市部分的话 会不会期待今天有一些酝酿反弹的气势 可是呢我们所看到美股昨天的涨势当中的话 有两大重点 昨天双双美股这个重要指数都是下跌的 可是在这里头的苹果大涨超过4% 台积电的ADR却是逆势走跌 下跌将近超过有3%之多 这时候对台北股市而言的话 又该如何来做掌握呢 马上为您要求的是韦杰 韦杰你好 孙人哥早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安 是 韦杰这个开始的话 我们先来看一下国际股市变化 尤其在美股的部分 先来看一下道琼 道琼似乎又要逼近前波一个低点的位置 帮我们掌握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道琼公会指数的一个表现 昨天是把这个前一天 前一个交易日没跌完的 继续把它补跌下来 我们把时间稍微缩短一点点 让大家看清楚这个区块的变化 好 前面的这个交易日的下影线 据说就是在苹果公布财报之前 那这个财报的公布力多 造成整个市场去把跌幅进行收敛 否则前一天的道琼 他大概是中错了300点之多 那昨天又把跌幅一口气又给他跌回来 那么最主要的关键点就在于苹果这张股票 其实单一的股票表现好 并不足以撑住美国股市的表现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 NASDAQ指数的一个表现 那NASDAQ相对就比较强 至少他在反弹的过程当中 留下了一个多方的缺口 到目前为止没有去进行完整的回补 所以其实就到琼来看 他短线上面反弹还是有机会 不过我们说如果他往上反弹 要扭转空方的这个趋势的话 必须要去越过前高 那在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S&P500 费城半导体指数也是一样更弱 他基本上就是趴在年轻的附近做整理 那当然费半指数 我们过去有提到 他就是领先全球科技产业的一个指标 只要半导体指数不会好 代表半导体产业不会好 半导体产业不会好 那全球的科技龙头都不会好 那么另外再从NASDAQ指数呢 来掌握一下 那NASDAQ指数一样 大概就是稍微比较属于弱势一点的一个整理 韦杰这样撑得住吗 其实基本上是撑不太住 因为就目前看起来 单靠苹果一家公司 是很难撑得住美国股市的一个 逆势走跌的一个状况 尤其是过去这两周 我们有提到 S&P500大的企业 其实密集在在公布财报 80%的企业公布出来 他们的表现都是优于市场预期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 在过去的两个礼拜当中 把美国股市的指数 从空方式转为多方式 这个代表叫做利多不涨 那么利多不涨 其实就是一个盘头的现象 另外我们来掌握一下 昨天晚上的一个 美国股市的一个视觉图 那么当然你看 万宏从中一点绿 这个就是苹果 昨天大涨了4.42个百分点 那么脸书也涨了1.27个百分点 但是其他的几乎全面下跌重挫 尤其是有很多的金融类股 其实都已经开始出现空方式的一个发展 现在目前称在高档整理的大概都是科技类股 那为什么会有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想其实在资金的一个配置上面出现一个错配的一个效果 另外呢 苹果为什么会这么强 跟各位讲有两个重要的关键点 不是苹果的财报好 我跟各位讲 苹果的财报内容根本公布出来 只符合市场预期 一样iPhone X卖得很差 因为苹果宣布在这个季度的利息是加发16% 另外它宣布了1000亿美元的库长股计划 就是这两个利多让苹果的股价起死回生 等一下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苹果的股价 大家就知道 那我想其实在整个美国股市当中 科技类股 大概靠着零星的全职股撑不了多久 整个趋势还是属于空头的一个架构 大家在操作上台北股市一样 承受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好听起来的话承受压力非常大 在这段时间里头的话 在委屈的部分一直都定领给大家 到此来看一下今天新闻的重点 非常非常重要 首先第一个万区圈的撤出不只卖 而且还大力撤出 古惠奇形成是一个三杀题材 台币爆量了重贬了1.53角 当然这是一个结果 那么因又是什么 再看一下苹果财报里头看到 台湾厂商的三大隐忧 这个隐忧的话其实要特别的留意到 在不管他昨天是不是 这个承认前是一个强掌局面 在昨天我们同一时间里头 也是讨论到这个问题 对于国内相关题材里头 其实压力可大了 等一下就要请韦杰来告诉大家 美国帅团附这个大卫的谈判 科技会是一个主战场 我为什么用红色的 我们不定义它就是一定偏空 可是一旦科技股变成是一个 主宰的主战场的话 恐怕这个压力还是大的 那么来看到Bloomber提到说 股债会是面临的是一个 全球动荡的情况 有它的内容跟理由 我们请韦杰一併来帮我们掌握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苹果的财报 其实昨天的内容公布出来 为什么会说其实我个人认为 它其实不怎么样 没什么太大的一个正面消息 原因就在于两个重点 第一个是它的平均售价 已经开始下滑 一般华尔街预估它的平均售价 是来到742块的美金 但是昨天公布出来只剩下728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苹果在过去全球手机市场 当中的获利比率 是从91%下滑到上一个季度的 86% 也就是苹果它在获利的一个状况上面 是开始呈现高档衰退的一个现象 所以其实就目前苹果的一个硬体销售部分来讲 是开始呈现了一些下滑的一个动作 那么当然其中有个亮点 是我们过去在解读苹果财报的时候 我一直跟大家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接下来苹果的股价会跟国内的供应链厂商 完完全全的脱钩 重点就在于它的服务 它的服务的这个营收区块 在这个季度它是上扬了21% 那预估到2021年 他们说要做到500亿的营收 那当然如果他们未来的营收的重点 是聚焦在软体服务 那么也就是说相对的会压抑到 整个硬体销售的一个状况 所以其实就目前看起来 苹果的供应链在台厂的部分 在未来在硬体销售的这个区块 会逐渐的受到挤压 甚至会开始逐渐没落 也就是这个季度 为什么你会看到很多的 台湾的苹果供应链厂商 全部都是翻空下跌一个状况 当然不是只有台厂如此 中国大陆的股市的 这些相关的苹概股的供应链 也同样是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其实在目前看起来 整个苹果的财报反映出来 台厂的隐忧在于 第一个就是硬体销售会逐渐下滑 第二个台湾厂商的供应链 它的地位会逐渐被 中国大陆的供应链所取代 那你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之前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是 我们地表最强的苹果分析师 要从台湾到中国大陆去 那整个因果关系 大概就不言可遇 另外一个我们来讲到 为什么这一次 外资会针对苹果概念股 或者是在全职股的部分 持续的去进行调节 原因就在于汇率 过去我们在节目当中 曾经提到一个重点 当新台币的汇率出现重扁 而且是连续性的走扁的时候 其实就会引发外资的一个调节力道 那么这一次新台币的贬值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来自于美元的一个强升 那美元强升值来自于两个力道 第一个是十年期供在殖利率往上攀升 利率是货币的价格 当利率在走升的时候 其实它的货币就会呈现升值 这是一个内部的推力 第二个外部的助力就是在于说 英镑日元跟欧元甚至在人民币 在最近的一个走势上面 都是区扁的一个状况 所以在外部有推力 内部有助力 内部有推力的一个状况当中 美元指数我们可以看到 在最近的一个交易日当中 是突破了底部形态往上走洋 那还记得吗 我们在操作策略当中 一直提醒大家 你在美元指数上面的ETF 你可以去做琢磨 如果你是用两倍的美元ETF 去进行操作 现在大概是6到7个百分点的一个获利 好 那其实在周K线图的部分 不是反弹到这边 美元指数就会一定会往上走 短线看起来很强 但其实就长线来说 它必须是面临到了一个 大头部的一个反压区间 所以其实就目前看起来 美元指数反弹到92.5以上的时候 将会面临到一个头部的一个反压 那除非说它能够翻到颈线之上 能够在这边进行整理 那整理是不能够往下掉的 所以就目前看起来 美元指数就只是一个跌升性的反弹 但是所造成新台币一个重扁的压力 造成外资持续调节台股的一个 这个状况 其实还相对蛮明显 文杰你说这边的话 其实要特别再追问一下下 你刚刚提到这个新台币汇聚的变化 亚币部分的话 近期走扁了 股汇期三杀或调节或卖招或汇出的话 这已经变成是一个重要趋势吗 好 我想其实过去我们在节目当中 曾经提到一个重点 现在全球的金融市场就是进入到牛市回调的 熊市回调的一个过程 已经进入到熊市了 那熊市会看到两个现象 第一个股债轮跌 你会发现股市跌完再次跌 再次跌完又换股市跌 那股市当中各大主要经济体的股价指数 也开始轮番的轮跌 所以这是我们过去强调的一个格局 现在的趋势都没有改变 那么看到其实在股会债的部分 尤其是在美国 我们刚刚提到美元指数的升值 它会引动美股上涨的一个压力 为什么过去在这个两个礼拜当中 这个美国的这些企业的财报公布出来 会出现利多不涨 原因就出在美元太强 那美元太强 我们刚刚有讲到殖利率的 殖利率一定要是上升 其实它会引动的是债券价格的崩盘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债券价格是 市场是走空 因为殖利率上扬 这两个是反向的关系 第二个重点就在于货币的一个升值 它将会造成企业获利当中会有汇损的压力 一旦出现汇损的压力 它的这个获利就会开始衰退 而获利衰退就进一步的影响到未来的股价表现 所以其实就目前看起来 整个股会债三杀的一个状况 不只是在美国的一个企业当中 未来会发生 其实已经在新兴市场当中 持续不断的一个发生 好 我其实说到这边的话 其实在股会债会出现动荡的话 其实里头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这是在根据这个 在美国赛团到中国的谈判 主要是因为贸易大战的开始 这单机会是一个全球的压力 现在科技会是主战场 如果科技主战场的话 冲击到影响就很大了 我想其实在过去这个美国 去制裁了中心通讯 跟这个准备要调查华为 也可能要去制裁华为的 这样子的一个走势来看 科技面临到了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下行的一个压力 除了在贸易大战之外 这一次他们去谈判 最重要在科技产业当中 focus是在这个智慧财产权权的部分 我们都知道其实过去 中国市场的 中国大陆的科技产业快速的崛起 原因都是来自于三战 那三战完了之后 我变成是品牌 从白牌变成有品牌 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其实在过去十年的 科技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 是非常常见的一件事情 而川普对这件事情 是非常的感冒 所以这一次呢 他就会把整个焦点 就放在科技类股的身上 所以其实在这个礼拜 当贸易谈判在进行的时候 我认为时间不会那么快 就达成协议 原因是我们来看一下 他在整个 这个谈判代表团里面的一个成员 你就可以知道 除了财政部长梅努钦之外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纳瓦罗的部分 这个纳瓦罗其实就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反中大将 那么过去这两个代表当中 其实分为两派 一个是比较偏歌派 另外一个是比较偏鹰派 其实他们内部 就会有一些矛盾出现 所以一般预料 在未来的这个谈判过程当中 并不会那么快就有结论 所以在还没有达成共识跟结论之前 难免对金融市场会造成一些动荡 所以这个是 这一个礼拜 甚至在未来一个月当中的一个 金融市场当中 我们要去留意的一个观察重点 好 这是要特别留意的地方 到处回头再来看一下 新MacBook的部分的话 这恐怕会迟大了 所以台湾涨上又是有压了 同样是在苹盖的股身上了 另外一方面的话 这是积极利多了 SM的三雄涨上加资金青睐 获利比较稳定吗 当然这里头也包含在油价上涨之下 所带来的想象空间 华兴科第一季 每股赚了2.7块钱 写下新高 华兴科的部分被动一件 当然在近期的表现的话 开始有一些飙涨力道 从回档之后出现飙涨 到底多温空又该怎么掌握 5G时代大零期下 野村喊买同伯基板的族群 现在买来得及吗 有的外圈喊买偷买 喊卖偷买 所以你的观察呢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MacBook 我准备一张图卡 让大家看一下 MacBook它在整个Mac 它的占苹果的营收比 不过不到10个百分点 占9.57 所以其实它的销售占比 是非常非常的低 营收的占比也非常低 所以其实台厂所切入的 这个MacBook的供应链 在整个苹果的营收当中 占比就很低 那在占比很低的这个 这个产品当中 要去求一个突破 那就期待说 这个产品项目 它在未来的销售 是会逐渐放大 那当它放大 你的基数够大的时候 那你的获利才会提升 但是你看一下 在我们的这个图卡当中 你看一下 MacBook的走势 是一路的往下滑 红色这条线 一路的往下滑 所以它的占比是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你看苹果 它原先叫苹果电脑 现在已经变成是苹果手机了 所以电脑 它已经开始逐渐的衰退 所以在一个衰退的产业趋势当中 我认为台厂本来就不容易出现 占便宜的一个状况 甚至在过去的这些苹果MacBook的这个代工厂 其实也都早就已经翻空走跌了 所以其实从目前看起来 台厂压力不是来自于MacBook的销售压力 它是来自于整体整个产业趋势的一个衰退 那另外在整个被动元件的部分 过去我们虽然是看好说 它在整个缺货涨价题材的一个效应当中 是持续的有这个推升的一个注意